大家聽歌的習慣改變了 唱片行也一家接著一家關門 CD跟老式的黑膠唱片 還是有死忠的支持者 因為他們認為呢 這樣才有聽音樂的感覺 也因此二手CD微微風潮 光是在台北市的公館跟新民丁 還有台北市站附近 就開了好幾家賺買店 走進這間15平大的空間 眼前的櫃子全都放滿了唱片 像這一區 這一區都是重金屬 全部都重金屬 重搖滾 還有很多獨立場 然後這一邊是日本 井然有序把不同類型的唱片 歸類在不同的位置中 這間二手唱片行 收購了六萬多張唱片 這些CD述說著 華語唱片市場的興衰石 就是以前唱片賣得好 那現在我這邊存量就會比較多 因為可能比例的問題 那有時候有些東西 他可能也賣得很好 但是他量沒有很大 量沒有很大 來我這邊量就沒有很大 那個價位可能會稍微高一點 不一定 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是很好玩 黑膠唱片 卡帶到CD 只要你講得出名字的歌手 這邊通通都找得到 從櫃子最頂端到最底層 這些都是民眾轉賣的二雄CD 有些通常家裡沒地方放 有時候搬家幹嘛 清倉 有些是很久沒聽了 那乾脆就賣掉了 那我是覺得說與其丟掉 倒不如就是給需要的人 或者是給想要的人這樣子 就像是孫雲昊說的 或許有些人覺得不需要了 可是還是有民眾視他如保 有的地方買不到 捷盤了 就是會偶爾會跑來看一下這樣 其實有些人就是 他想要有一個實體的感覺 所以他會很 他寧願來買CD 或者他剛好他已經聽到爛了 所以他覺得我來買一張CD紀念一下 打開CD封面同樣也是歌詞本的封面 這樣的編排也讓許多民眾覺得好懷念 比如說你買了MP3下來 但是你發現看不到製作人 看不到彈琴的是誰 你不知道吉他是誰 像某些人就會去注意 這一張專輯的製作人是誰 作詞作曲是誰 幕後有誰 他們可以做一個學習 或者是做一個 就是邊聽音樂邊看 那些東西是很有趣的事情 也有人認為把CD放進播放器 用喇叭聽就是一種享受 甚至還有人專門收藏黑膠唱片 因為他的音質無人能低 我們耳機聽到的是 比如說可能沒有外面的雜音 然後可能很包覆 所以聲音聽起來很清楚 或者很大聲這樣子 或者很立體這樣 那但是耳機就是左右聲道 那喇叭聽出來的東西 他其實是有空間感的 所以你可以藉由喇叭 可以聽出很多樂器 他應該擺放的位置 所以其實聽耳機跟聽喇叭 用喇叭聽音樂跟用耳機聽音樂 是不能比較的 我是覺得是不能比較的 冷冰冰的數位音檔 論質感和音色 都贏不過黑膠唱片 正是因為如此 二手唱片行遍鋪全台 光是台北市的西門町 公館和台北車站 就有好幾間評價不錯的 二手唱片行 譬如說聽重金署 他們一次來都買二三十張 他們因為他們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都看不到 那麼多的專輯 或者有一些是日本人 他們來台灣就會想要找 台灣的專輯 香港人 中國人也是 中國人來台灣 就會找台灣的華語的專輯 即使有歌手不敵數位科技時代的潮流 選擇發行數位專輯 不過還是有歌手堅持出實體專輯 因為他們相信 CD帶來的收藏價值 最能呈現歌手的誠意 UDN TV 陳俊傑陽青 台北報導